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Otteman 今天呢 我們來回來我們的這個 侏羅紀世界進化 我們今天來做什麼呢 來 各位看到這個影片封面 大概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了吧 老頭說過這個系列 基本上呢 就是開始準備要 做一些恐龍的一些 畫面 沒有要做一些遊戲的過程 因為這個 遊戲過程實在是太繁瑣啦 所以說老頭呢 其實這幾天也是有努力的在玩這個侏羅紀世界進化 所以說呢各位兄弟們 不要再催啦 我有看到很多人在反應老頭老頭拜託快點出 老頭都知道老頭也不想理你因為呢 就算我理你影片也出不來嘛好不好 所以說今天這一集 就是我們這一集 應該不是這一集 就是我們日積月累的重點 終於要浮現出來了 現在你現在所看到這個島嶼是舞蹈 這個島嶼還是非常的大 各位應該是還沒有看過四島吧 沒關係反正都不重要 這也不是你們想看的 我知道 所以說呢 那些四島五島三島 基本上應該也是不用介紹給你們看了吧 你們最想要的應該就是看恐龍了 那麼呢今天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封面上面說明的是大亂都沒有錯對不對 那你看這右下角這個保全任務 上面寫說在哈蒙德生命開發實驗室 孵化並放養這四隻有改造過的恐龍 那麼剛好呢他只講說要放養並沒有需要去眷養他 所以呢 我們就來做一個大亂鬥看看 以及 我們的帝王迅猛龍 今天這一集應該可以問世 因為呢我已經把保全 衝到這麼高了 帝王林道龍遺傳基因組看見了沒有 看見了沒有 這個任務解完基本上這個應該就可以解鎖了 解鎖完我們應該就可以直接召喚我們的帝王林道龍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大亂鬥最後的優勝者跟我們的帝王林道龍 打起來是如何 好不好 反正呢 今天這一集的重點就是恐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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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就這樣子 是不是讓你們過過肝癮吧 上面你有看到 具有強力修復改造的角鼻龍 以及具有直覺式學習改造的帝王暴龍 有帝王暴龍喔各位 具有表皮堅韌度改造的頸龍 就是我們的脊背龍 還有具有侵略本人的 改造暴龍 是極龍嗎對不對 對我們已經有極龍了極龍待會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麼這次的對決呢名單老頭基本上已經排好了 基本上呢是暴龍對上角鼻龍 極背龍應該還會在對上就是 第一批勝利的傢伙 第一批勝利的傢伙勝利完之後呢 再來接下來就是我們最後的優勝者對抗我們的帝王林道龍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吧那我們在這之前我們先想辦法先孵化一下我們的帝王暴龍吧 你們看到 非常的誇張非常的恐怖 好我只稍微給他改造一下攻擊就128了然後呢他需要349萬7 非常的誇張 然後存活力87%希望你不要死掉 因為呢 你死掉我又噴了349萬了 好拜託求你了 好我們先把他生出來 在生的 在生的途中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我們的 好大批鬥來吧 好我們的暴龍 對上我們的角鼻 其實呢老頭應該是要這邊放角鼻這邊放暴龍的因為這樣兩邊出來比較OK 那麼待會打贏的勝利者應該會殘血所以說呢我待會會派遣我們的 在吼了在吼了 我們會派遣我們的這個巡邏車過來 好待會他們有人受傷我就把他派過來了啦 好這邊門有打開應該應該基本上車子過得來吧 好不管了來我們先看一下 暴龍哥哥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有點不夠舒適 沒關係在吊舒適之前他們應該會先尻一番 但是我希望他不要破牆啊拜託 好希望不要暴動 啊你們是到底要不要打一打啊 快點來尻一下 啊 暫時不接 我們今天任務是看打鬥 開始對到臉對到眼了喔 對到眼了我們的腳鼻用跟我們的霸王龍對到眼了喔 開始有那個情緒了喔 目前狀態還在四處走動當中 出現了打鬥 我們的暴龍第一個搖 直接損失這麼多滴血 夭壽 第二搖喔喔喔我們的霸王龍比較略勝一籌喔 失血量有點少啊我們現在趕快派我們的警備隊出來 啊 先隨機派 先隨機 一個誘導啦我們到時候再用主動操控的方式幫他補血 啊 哇 喔 咬下去馬上27 哎呀我覺得我們霸王龍有機會贏喔但他這個舒適度不太夠我覺得等一下他會Keybong 我覺得他等一下會Keybong 哇完了掛了 這家我等一下會Keybong絕對Keybong 我覺得他等一下要破了 喔他把他吃了 哇把他吃掉了 OMG 哇靠偏偏這時候竟然多一個暴風雨 沒關係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不好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啊你這個車子快過來幫他補啊 好了我們這家我快要不行了 他非常的憤怒快不行了 他要開始撞門了 行不行得通了 車子你快一點好不好 現在有點危險啊 我們要百分之百才可以進行戰鬥啊 還要再吃那個肉 不要這時候暴風雨啊 我的賽事要這樣子 被搞掉了嗎 你這樣一下雨我霸王龍的這個舒適度掉很快啊 哇龍捲風 天啊 沒關係你破那其實沒差啦你知道嗎 哇龍捲風 完了你不要捲這個地方 OMG OMG 又破了 太棒啦 要打了 你確定要在這裡打起來 好像真的還在這裡打起來了 來來來等等等等等等等 麻醉麻醉的事情先放一邊 哇開始咬了 哇靠我們的擠龍被尻一下剩下64滴血 OMG 我們的霸王龍現在老神在在這樣子 我們的直升機在這邊稍微 稍微滯留一下 哇塞 OMG 咬一下70 這被64 顯然我們霸王龍攻擊力比較高 我們霸王龍攻擊力比較高 但是 被連續攻擊的是我們霸王龍 我們霸王龍該不會要死了吧 這不是我所樂見的 我們霸王龍 居然會輸給警龍 印象中我們的警龍基本上是會輸給霸王龍才對喔 雖然他是海上最強 是那個時期最強啦 之後就不知道了 完了完了完了 情況有點不太妙 哇四處走動是這樣代表打輸的意思嗎 沒有要咬了 喔 喔 輸了 跑了 這是代表我們的霸王龍棄權的意思嗎 要拚個勝負啊你們 你們勝負不拚我這樣子很難辦啦 難辦你懂嗎 什麼叫難辦嗎 而且 很好笑是你們兩個現在 開始做朋友了 去交友了 這樣不通喔 我不管 我們一定要你在這邊拚著你死我活 一定 好不好 你們拚個你死我活我沒有辦法好一個台階下 你知道嗎 不過照這種情形看來呢 我們的警龍回復力比較驚人 因為他好像是 好像是要表皮堅韌度改造的關係啊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警龍可能會贏喔 我們警龍有可能會贏喔 又開始對職了 一眼不合又開咬 一眼不合又開咬 完了我覺得我們暴王龍有 暴王龍趕快會死喔 雖然我們暴王龍攻擊很高 11滴 完了 完了白樂化了白樂化了 如果暴王龍咬下去 打平如果暴王龍二連擊 我們暴王龍就贏了 等一下啦 衛石出待會啦 吵死了 啊 NO 我們暴王龍居然輸了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那個改造基因的優勢啊 使得我們警龍勝利了 哇 最近是逆天的你知道嗎 破壞了這個 食物鏈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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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趨勢啊 哇破壞掉了本來應該是我們暴王 暴王龍會贏的說 什麼東西 任務所需的 重要恐龍死亡數不可以超過一隻 啊沒關係 反正你們的暴王龍看到也掛了有沒有 對不對 好沒關係 任務失敗了我們待會再重接 好不好 我以為可以你知道嗎 好不然沒關係 接下來繼續 我們去幫我們這隻回個血 好我們等下任務再重接就好了 無所謂 這個就算沒有結完我們應該也是可以解鎖我們的 帝王暴龍 就這麼簡單 解鎖我們的帝王靈道龍 一樣他一樣是可以出來的 好不好 射他 我還自己駕駛 補 為什麼叫瞄準錯誤的目標 他現在非常的健康拍張照片 有沒有一萬 有 哇 解完了 剩下就靠他自己回血了 是我的一個特殊項目 喔 出來了 你對他感興趣 就代表我對你感興趣 哇 可別以為沒人在看著 我們終於可以了 欸我們 保全好滿喔 你也知道自己 不需要做什麼來證明實力 我超強 但你處理事情的方式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做得好 直接成功耶 他是直接成功耶 他不用讓你學耶 我看一下我們帝王靈道龍所需要的財 那個 錢是多少啊 兩百七十 兩百七十一萬 然後這是已經已改造過的 這是 這是改哪個部位啊 我忘記了 我看一下喔 我們這也是因為任務的關係有去改 有去改 直覺 直覺 是改回復力回血的速度提高17 那我們這個是不是也要改一下回復力 這樣才平等嘛對不對 這樣才能知道到底誰才是最強的 是吧 可是回復力是哪一個 直覺啦 我們那個也是直覺 這也是直覺嘛對不對 好兩個都套個直覺看看好了 差不多都300多萬左右啊 這個也是直覺嘛沒有錯直覺3.0直覺3.0 OK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弄一隻 好他一樣是87% 我們弄一隻帝王靈道龍待會要準備對決 然後接下來趕快先等一下我們這個健康值趕快讓他恢復一下 該恢復該恢復了 98% 99 可以招呼出來了 我們的帝王暴龍 哇 哇 這跟方舟模組的還是有點天狼之別啊 當初老頭沒看過諸羅記世界啊 所以說我根本不知道這是帝王暴龍你知道嗎 那時候聊天室 不是啦留言區 然後那個不是啦 那個留言區 留言區一大堆人在說 哇帝王暴龍帝王暴龍 然後我根本就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在看 喔喔喔速度快 哇賽超帥馬上對上了 馬上就對上了 100% 我靠我們帝王暴龍超帥的啊 帥炸天耶 超級帥 超級帥 我靠咬一下 咬一下多少 咬一下35 68 其實不 不分 那個該怎麼講 布皇多浪呢你知道嗎 兩邊攻擊力差不多 可是我不希望我們 我不希望我們帝王 帝王暴龍輸 我非常的不希望 因為我覺得他很帥 怎麼可能 這不太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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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給他正面了一擊 帝王暴龍 你不能死啊 哈哈哈哈 我先把車拍過來 車又走掉了 你不能死啊 快咬他 帝王暴龍 快點 快點 我靠兩個不打了啦 哈哈 哈哈 欸快點快點 再對一個 再對上眼啊 欸對對對 快點帝王暴龍先咬 不要不要死 快點 有啦 有啦 有啦啦 40滴血量 回血速度比較快 哇12滴12滴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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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暴龍回血蠻快的 好好 別別別 1919 快點 帝王暴龍再咬一下 再咬一下 快點 快點啦 你不能輸啊 帝王暴龍 帝王暴龍你三百多萬你很貴啊 超貴的 哈哈哈哈 快點 不要叫了 去咬他 YES YES 勝利 Victory YEAH 喔唷 直接咬頭啊 剛好順便補他 補他的血剛好 哇 秒殺 沒有啦 沒有秒殺啦 就差點死 這叫我差點死 哈哈哈哈 硬性啊 他走路感覺 搖頭晃腦子喝醉是不是 他 走開 我看一下他的能力值喔 他也是只能放一隻 他也是只能放一隻耶 不過這樣還好 一切都在我的計劃之內 他也沒有抽帝王暴龍勝出 嚇死我了 我以為他不會贏 哈哈 好我們接下來只剩下我們的靈道龍了 好不好 我們那個帝王靈道龍 待會準備要問世了 其實我覺得啦 帝王靈道龍 跟帝王暴龍 我比較喜歡帝王暴龍 帝王靈道龍顏色太黑了 不好看 但是我是不知道他可不可以改Skin啦 可以啦 基因可以改Skin 你改的話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 哇 都知道要吃肉了是嗎 吃好吃滿喔 So kawaii So kawaii So kawaii 好吃好吃 他正在恢復血量當中 你看他現在臉上的鞋子越來越少了 爪痕越來越少了 怎麼酷 好我們需要再稍等一下 至少可能還在等個五分左右 然後我們的 哎呀 差不多啦 啊在剩下差不多 呃 也是五分鐘 欸我們帝王靈道龍要出來勒 酷 超酷的 這時候我們再多看一下我們帝王暴龍的英姿 帥氣 依舊帥氣不減 哇 為什麼帝王暴龍 基因改造出外皮膚是白色的啊 故意要 造 製造一個 很毒素一格的一個 感覺嗎 可以放出來了喔 但是我們現在帝王暴龍血96滴 我們再稍微等一下好了 97 97 我們等他99的時候再開始 好不好 98 好準備囉 好可以了 來吧 哇大家最想看的東西出來了 哇 哇真的欸我真的覺得帝王靈道龍不好看 不太好看啊 哇靠 狂迅猛龍 哇 哇馬上就對到眼了 他也是只能放一隻欸 到時候發生的場面可以包裝成一個高價的表演 OMG 哇塞 這不太對吧 剛剛100滴血這樣是什麼情形 哇兩邊都一樣 哇 哈哈哈哈 是三死 現在是看誰先咬啦 現在就是看誰先咬啦 我說真的 完蛋了完蛋了 有人要 啊 又開始不理對方了 哦你們真的是很煩耶 可不可以一直打一下 呵呵呵 因為他們都受重傷你知道嗎 所以說不太想理對方 又開始 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又開始打 又開始打 誰先 啊 完了 欸 還撐得住 剛是暴擊你 多少 哇 我們的帝王暴龍居然贏了 喔 Oh my god 搖好搖滿了 哇 輸了 輸了 我們的帝王暴龍居然勝出 Oh my god 可是他們兩個的DNA 應該說他們兩個的基因改造都是一樣的啊 怎麼會 看來體型大還是有他的優勢在啊 體型大還是有他的優勢在啊 我是這麼認為啊 看來的確是體型大的優勢 你看一看 又贏了 沒關係 反正我我正好也蠻喜歡帝王暴龍的 那他贏了個正好 正合拎杯的意 有沒有 正合拎杯的意啦 好吧 我覺得今天差不多先示範到這裡結束 不知道各位看的爽不爽啊 總而言之呢 經過一番波折 我們終於把我們這些重點的恐龍角色呢 全部都搬出來了 那之後呢 我們再看 接下來這個侏羅技世界進化要不要再繼續下去吧 因為基本上老頭呢已經玩膩他的經營模式了 可能有機會直接轉到 創造模式的那個撒河模式吧 那張島 所以說 之後再說吧 今天這一集 出完應該是會有一陣子不會再出這個遊戲了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要玩什麼了 然後 除非要出新恐龍 好啦 今天差不多影片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要講個訂閱 右下要講個喜歡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在 諸羅技世界進化 再見面啦 掰掰 掰掰